张牧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五百四十四集 宋清晨买菜回来 发现楼下没人 只有桌上那杯茶还在 他放下菜朝院子里看了看 喊了一声 妈 清晨回来了 宋母从后面的院子里走了过来 宋清晨见母亲只有一个人走出来 下意识地又朝后面看了一眼 妈 郑婷呢 她临时有事 先走了 什么 走了 不是说好了留下来吃饭的吗 怎么又走了 宋老太已经已诈地开口 她这正是还没说呢 而且还害她花钱买了那么多好吃的 宋母敷衍了一句 哦 说是公司有事 什么事能比拜见老 老丈人三个字刚要说出来 宋父在旁边干咳了两声 宋老太的话立马止住了 改口说 什么事能比吃饭还重要呀 再说了 走了你不知道跟我们打个电话说一声哪 害得我买了这么多好财 浪费钱 奶奶 这些钱也是我出的 您就破费了一块豆腐钱 回头我补给您 宋清晨在一旁说道 亏得奶奶还说得出口 买了一块豆腐人就失踪了半天 明显是躲着不想付买菜的钱 这会儿还好意思说浪费钱 那一块豆腐顶多也就是两块钱 宋老太嘴角抽了一下 想说什么 但是又想到宋清晨现在不能得罪 所以还是忍住了 之后 宋清晨帮母亲做饭 宋父和宋老太在客厅里 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 妈 正庭真的是有事做的 宋清晨又问母亲 她担心母亲刚才 是碍于在奶奶和父亲面前 所以才那么说的 妈还能骗你啊 她 没跟您说什么 宋清晨觉得 刚才纪正庭是有意把自己和奶奶支开的 所以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要跟母亲单独说 而且两家人的关系 现在有点敏感 有点特殊 她怕纪正庭有什么难处 不想让自己知道 宋母放下手中的活 又拉过他的手 与众心肠地说道 卿城 你将来有正庭照顾你 妈也就放心了 妈 怎么突然说这个了 母亲越是这样 宋清晨越是觉得不对劲 正庭跟我说 你对她很重要 比她的生命都重要 她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 不管她将来做什么 你都不要怪她 也不能怨她 你要知道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你 作为母亲 难看着自己女儿 找到这样一个爱护她的男人 宋母很欣慰 宋清晨面色变了变 妈 她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是不是她这次的病情 没有跟我说实话 没有没有 都不是 她就是来跟我说一下 她家里人现在的想法 而且啊 还希望跟我见一面 跟您 一个人 不应该是一家人吗 当然还有你爸他们 不过 我想先去跟他们单独见个面 我担心 你爸和你奶奶他们 说到这里 宋母没有再说下去 当然 下面的话 她相信宋清晨也知道 可是 逃得过初一 总逃不过十五的 就算父亲和奶奶 要跟人家要那些乱七八糟的彩礼 总归是逃不过的 所以妈才想 单独跟他们去见个面 给人家留点好印象 再说了 妈之前不是在人家家里 发生了点意外吗 还弄得满城风雨 这不还得先去把话说清楚吗 这些话 宋母是早就想好了说的 嗯 好吧 到时候 我陪您一起去 宋母点点头 另一边 宋老太鬼鬼祟祟地藏在厨房门口 偷听他们说话 不过厨房的门关着 客厅离厨房又远 根本什么都听不到 最后 宋老太只得灰溜溜地回到沙发上 正在磕瓜子看电视的宋父 见母亲回来 便放下了手里的瓜子 问道 妈 听到什么了 你把电视开得这么大声 我能听到什么 宋老太憋着一肚子火没处发 正好逮着这个没用的儿子发泄了 都跟他说了 逮着了个有钱的金龟婿 他居然一点都不上心 静等着人家给他送钱来 想得倒是挺美的 不是 这电视离厨房那么远 爱着什么事了 我告诉你 这几天 你可把你老婆给看好了 没准人家已经把一大笔礼金给他 他想独吞呢 妈 您想的太多了 我给那个女人十个胆 他也不敢独吞平礼钱啊 而且宋亲程不是说了吗 这房子就是他对象给他钱买的 人家那就是礼金啊 所以 我觉得人家也不会给咱多少钱了 宋富 继续翘着二郎腿 磕着瓜子看电视 宋老太简直要被这个窝囊费给气死了 这一栋破房子才值几个钱 我可告诉你 人家那是一碗富豪 你懂不懂什么叫一碗富豪啊 那一碗也是人家口袋里的钱啊 跟咱也没多大关系 人家又不肯给他们一个亿 想也是白费脑筋 宋老太气的 直接抓起遥控器将电视给关了 宋富伸手想去阻止 但是晚了一步 正看到精彩处呢 宋富有点抓狂 宋老太却依旧是一本震惊地说道 我告诉你啊 你女儿现在是他们家的人了 你辛辛苦苦养了二十几年 那一年十万块还两百万呢 再说了 他们这样的身价 给个两千万都不算多 宋富觉得 这件事不解决了 他这辈子 都别想安安稳稳地过一天好日子了 那您的意思是 再跟他们家财力钱 不是家 是光明正大的药 他宋清晨说 这买房的钱是他们家给的礼金 我们又不知道 也没看见 所以这笔钱 就不能算是礼金 现在他们家 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我们家姑娘取走了 要是不想给的话 我们就把宋清晨给揪回来 那揪回来能干嘛 也不能当前世啊 不是 我说你这臭小子 怎么竟跟你妈较劲呢 你这脑子里到底都长了什么东西啊 怎么连句话里的重点都分不清呢 我说你这臭小子 甚至乱 就立着了